外送送嬰兒的屍體 對 因為我們那個 做的道具很逼真 我們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隔天導演臨時要加戲 那他就要把這個嬰兒 就臨時送到他家 送到片場去拍這樣 那我們人還在南部 就只能去找那個快遞幫忙送 然後快遞一拿到那個袋子的時候 他就覺得怎麼重重的 可以層層的 感覺不像是包裹 打開來之後呢 他嚇到你知道嗎 他說要報警 這一座是什麼 這一座就是我們從前面 塗抹之後再3D掃描之後 然後進到電腦裡面 再把它放大這樣子 比例放大 為什麼要放大 因為他要做一個機器人 然後那個機器人在設定 它有大概200公分以上 很猛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 特效化妝的一些效果 比如說這個異形 以前那個異形 那個頭長得很大這樣子 我就很好奇說 到底這個東西是什麼 技術 對 這麼大 大個頭 這麼大 這麼恐怖 對啊 你有去好萊塢那邊去取經嗎 對 是去國外學嗎 真的 對 是去國外學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 因為電影的關係 就去找了異形 這部電影 後來就自己算是挖掘 然後去找一些材料 然後慢慢的研究 然後甚至以前還在自己的臉上化妝 畫到那個臉都發炎 因為外送送嬰兒的屍體啊 對 因為我們那個 做的道具很逼真嘛 就是要有血啊 要有一些紋路啊 對…像這樣 對 因為他我們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隔天導演臨時要加戲 那他就要把這個嬰兒呢 就臨時送到他家 送到片廠去拍這樣 那我們人還在南部嘛 那就只能去找那個快遞 幫忙送 然後快遞呢 一拿到那個袋子的時候 他就覺得 怎麼重重的 可以沉沉的 感覺不像是包裹 打開來之後呢 他嚇到你知道嗎 他說要報警 然後後來我們才有助理 出去處理這樣子 對 這個東西 真的不能亂丟耶 對啊 最近不是有那個新聞嗎 就是挖出來什麼鑽掌還是什麼的 那該不會就你做的吧 沒事… 說很壞的 不是我那個 你怎麼會跑到Jodan去幹嘛 Jodan 我們那時候是拍 《麻醉風暴2》的時候 麻醉 那個跑到 有跑到約旦去 第一場次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那個荒山野嶺 然後我們是真的到那個約旦去拍 約旦他的那個機場 不像我們現在這麼 有這麼多儀器可以去操作 那他還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開那個行李箱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緊張了 結果打開我的包裹更恐怖 打開來之後裡面是斷手 斷腳 這是包粉末 你被抓走了嗎 抓爆了 不抓你要抓誰啊 行李箱上面呢 你要標示這是 For movie 對 或什麼 你要標示清楚 對 我們那時候就不懂 人家開才不會嚇一跳 對 對不對 那時候還被帶到小房間去 有一個作品對不對 對 我們看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作品 好嗎 哇 土膜轉化成矽膠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用裡面的這個 就是矽膠去翻他的臉 OK 對 翻 對 然後就會把他的矽紋啊 紋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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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的啦 不要這樣算好不好 這個很貴啊 對啊 這個 這怎麼會貴 可以借我摸一下 就矽膠啊 是啦 矽膠啦 可是他的紋理很真耶 對 這個也是我們特別翻一個 演員的手下 哦 所以你翻了以後自己在做這個模 對 哦 哦 實體交扣 有耶 比較便宜要弄壞 他這一座是什麼 對 這一座就是我們 從前面塗抹之後 再3D掃描之後 然後進到電腦裡面 再把它放大這樣子 比例放大 對 為什麼要放大呢 因為它要做一個機器人 然後那個機器人在設定 它有大概200公分以上的檔子 好難怪 所以比例大概是這樣 200公分的頭 對 你看這樣 這個很多細節啊 真的都是好像 那不能這樣 很猛耶 哇 你每天都要搞這些耶 就很可怕 我媽媽都嚇到了 絕對的啊